微訊出來,我會稍微等他一下 帶一個比較舒服的方向 然後到浮浪上方 他有點網網的 他是不斷正下,正下下去 我一樣用秤 我的用心 你們看見了 你們到底看見了 還沒訂閱的朋友先幫我訂閱好不好 每週三 五六日 定時會更新影片 記得要打開小鈴鐺 才會收到影片上面的記者資訊喔 感謝惡霸吊具冠名贊助播出 五六七明天見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頻道 今天呢 我們還是要來到這個新買一家阿拉場 那今天要拍什麼呢 大家應該在前幾集有看到就是 我有在如洲來來吊具廣場 挑選了一些這個新手的長短溝的裝備 那今天就來吊 我之前 我覺得我想推薦給大家的這個長短溝的線 那今天應該是來吊這個 大家都知道這個是神錶 蝦彩藝 那走吧 我們先進來看一下 那走吧 我們先進來看一下 阿德你有買新玩具喔 什麼東西 你有買新玩具喔 沒有啊 沒有 那是什麼東西 喔這個 這個是那個 大家應該知道我之前有用那個 小豚醬的蝦王 那他這個是他出的第二代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拿來用 等一下再拿給大家看 OK好啦 我們今天 坐在這個 我最喜歡的這個角落 先大家介紹一下我今天用什麼 我今天用這隻 蝦彩110 或者是用這個 歐千海老9號的 現實我都綁好了 對就是 就是那天 大家所看到的東西 我都綁好了 那 那 桿子的話我把我這隻 已經 放在我的櫃子上很久了 這隻 金蝦 把它拿出來用 因為之前我在釣長短針的時候 大部分我都是用這隻桿子 跟之前幾隻 稍微比較軟一點的桿子 再做掉 現在先來 量一下水燈喔 大家我現在 都裝好了 那我前面也 前面這邊 這個標 不要都在這裡 但是我前面 用過裝一個 小足球 那 大家可以在量長短針的時候 如果你的櫃子不是自己綁的 你可以先 把這顆足球 量到吃水線 就是水裡面 然後你再裝標上去 然後把標的吃水線 對到這個地方 那基本上你的 你的 勾子 上勾 長短針的上勾 長短針的上勾 好 就是貼地 OK 大家可以看到 我剛才 我剛才已經量好了 就把這個 標 它的吃水線 對到你量的位置 我是量半顆 我是量半顆 這樣子量會比較準一點 OK 我們量好了 我們去開單喔 這個 你 不是 你走開 你 老闆你先 Rudy 你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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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坐 你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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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裏 有 來了來了有沒有 這個微訊出來 我就稍微等他一下 在一個戴蘿蔔斯的方向 然後到...到他上方 線順直 風線封道 因為他在...他吃下溝 而且吃的...吃的還蠻淺的 所以...一上岸就不要了 是不是他剛下力了 他在...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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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我剛才 大家可以看到我剛才揚肝的時候 其實像我是把線一直線封擊 那我剛才拿肝子的時候 我就是 我的尾塞的部分 就是比較我的手掌型 那我這樣子 再去操控的時候 把肝子出來 線 跟蝦子卡到的那個感覺 比較容易能夠傳到我的手掌型 那你 有無標的 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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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我在吊產廣告的時候 基本上 我還在看窖礦前面說 我開槍速度的快慢 它有點亡 亡人的 它就不斷正下 正下下去 我一樣用秤 你看 我用蹭的 結果它沒有吃 我拿著 一樣 這個是要出來 我要用蹭的 線線到 比較當內 有沒有 就是要 風景 感覺到卡到重量 對 沒毛病啊 沒毛病啊 那我們現在 農蝦子 休息 讓我們等到一點 就大家看到 這個地方都空的 不要覺得奇怪 OK 它滾得下去 我要先繃緊 往它反方向再一邊 再看看 它往右邊跑 回正 這序道算是很漂亮 再來稍微往左邊 再以來確認說 它的位置在哪裡 譬如說 它剛放下 會有很多道 心肌下的食道 這故也會被抽到 從來 不 來來來 我...我今天是打太多空槍 我...我今天是打太多空槍 現在稍微往左邊跑 然後... 我往右邊帶著女子去戰 嗯...沒有咬 只是打...打在她的嘴巴旁邊 到底是有咬還是沒咬 打... Ronnie�� eleenger早上... 有甚麼狀況嗎 不... 你們這樣 好棒棒喔 洞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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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 świe , όσ子 AMA 他可以抓就好了 怎樣 這邊很厲害 好棒棒 我們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掉到2點了 其實我覺得蝦產110這次標 沒有什麼太大的拳橋 這次標我大概只玩了大概 一個月兩個月左右 我就直接跳到了重標 那我們在下一次影片的時候 會來再來介紹你們的標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掉了多少蝦嗎 我們現在就是掉了 剛好遇到他們競爭 我們來看一下他競爭的時間 他這個上面這邊 上來 他上面這邊是 他們覺得已經不太行 但是你看今天 爛 不能拍臉喔 你看今天他的 死蝦活蝦各半 而且今天狀況 算是非常多的 那其實就是因為 因為今天的天氣突然 早上突然變很熱 然後晚上又突然 涼一下 那蝦子生 就適應不涼 溫差太大 就有這種狀 好 現在 有時候 也是這樣子 好不好 看到沒有 說什麼 四支一 桶子應該撐多少 十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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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分調子 OK 好 待會見 耶 我們在 等一下 這隻 這隻狹彩110 其實是 對新手來講 因為他的目視度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目視度是橘色 然後非常大的一顆 這隻 這隻標剛出來的時候 算是 我一開始釣的時候 我也是釣這隻標 如宙來來釣魚 他們有贊助我兩組 兩組這個縣組 就是 縣組我會幫你把這個標 再加一板這個勾子 一板這個勾子 這樣子 兩組 那要怎麼抽獎 抽到這兩組呢 就是第一 你要先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這部影片按個喜歡 然後在底下留言 今年 我要蝦彩110 關鍵字 我要蝦彩110 就可以 一個禮拜過後 我會在 我的粉絲專頁 跟我的IG 公布這兩組的抽獎名單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下一集呢 就是 我重標 4號重標 也是釣場短鉤 一樣就是在 釣魚店買的這個縣組 這個裝備 下一集就是我們的 重標的系列 那我們期待下一集囉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很可以喔